第三十六屆南加州中文學校 秋季的學術比賽 在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舉行盛大的頒獎典禮 這屆無論是參與的會員學校 還是報名人數 都是歷年來最多的 競爭可以說是相當的激烈 此外大華慈善基金會 也贊助了獎學金 要鼓勵華裔學生 學習中華文化 家長們帶著小朋友 來到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 喜願與驕傲易於言表 第三十六屆南加州中文學校 秋季學術比賽 巨星頒獎典禮 今年以飲食與健康為主題 分為海報繪畫 中文寫作 印筆和毛筆書法等 悄教中心力也張貼了 各項比賽的得獎作品 關心喬教即將退休 返台的悄教中心主任 簡許邦 鼓勵同學勝不交敗不內 大華慈善基金會 鼓勵華裔學生學習中文 體驗中華文化精髓 將持續提供獎學金支持這項活動 各項得獎小朋友一一上台 由監視邦主任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葉敏芬會長 及大華慈善基金會財務長 李正宏親自頒發獎座 家長們閃光燈此起彼落 這次比賽共有35所中文學校 644位學生參加比賽 得獎者共有198位 這場比賽將中華文化種子 深深種植在華裔孩童心中 台灣宏觀電視張瓊文 美國洛杉磯採訪報導 美國洛杉磯採訪報導 學校長們 感谢观看